你叫我来干嘛 快点跟我来 我这里有好玩的游戏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游戏场地了 这里是第一关 我们需要保护这把插在黄金上的剑 等会儿就会有坏人 从这个山洞里出来 他们想要来抢剑 我们在坏人避近的路旁放一守卫吧 开始了 坏人已经行动了 但是没有关系了 第一关非常的简单 那我明白了呀 这不就是塔房类的游戏吗 嗯 就是这种游戏 第一关实在是太简单了 我们可以去第二关了 让我看看第二关有些什么恐龙蛋吧 哦 这一关有两种龙 等一下坏人就会从森林里出来 我们赶紧做好准备吧 放在这个位置吧 任务来放下一条龙 放这里啊 也算不错吧 第二关我们需要保护这些龙蛋 好了 坏人已经出发了 只是一些小罗罗 我要踩死你们 只是很可惜踩不到 哇哦 这个第二种龙 原来可以喷火 而且还是远程攻击 不错不错 感觉这一关也不会很难啊 过去 你怎么又放了一条火龙啊 其实只炫两条龙就够了 但是也没有关系 看看坏人的第二步攻击吧 哦 这次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坏蛋 好的比之前的坏蛋要坏多了 感觉挡不住啊 帮这条火龙升级一下吧 不会吧 又有新鲜的怪物出现了 而且看样子 血量应该非常的厚 还好小鸡帮这些龙都升级了 要不然说不定 真的要被坏蛋突破了 哦 又放了一条龙 这个位置放的挺不错的 应该守住这些龙蛋 守住这些龙蛋 应该问题不大 再帮这条绿龙升级一下 最后一波 不知道有多少坏蛋 过去 竟然全部都是强壮的坏蛋 他们的血量都非常的厚 要想打死一个比之前难多了 希望我的四条龙可以挡住他们吧 但是我们可以多放几条龙 嘿嘿嘿 还是干掉了 该去第三关了 这一关有点困难啊 因为我们需要同时守护两个地方 先把龙给摆好吧 可以了 已经全部都摆好了 第一波坏蛋就要出来了 出来了 也不知道他们会走哪一条路 完了他们走的是这边 可是我只在这里摆了一条火龙 感觉守不住啊 去把之前摆好的火龙给卖掉吧 然后再回去摆一条绿龙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干掉普通的小罗罗 也是可以得到一块钱的 这条路有需要再放一条绿龙 买一条绿龙需要25块钱 刚刚好 看来第一波 应该是抵挡住了 第二波开始了 在这个坏蛋出来的路口 放一个技能吧 我去好厉害啊 但是这一波坏人 又出现与之前不一样的坏人 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能力 快点过来 有坏蛋马上就要突破了 怎么会这样 必须得赶紧在这里放一条绿龙 一定要砍死他呀 不会吧 这个坏蛋要开始拿钱了 赶紧把这条绿龙给卖掉了 然后放到这里 才这么一会儿 就被坏人偷了116的财宝 如果一千全部都被偷完的话 这场游戏就失败了 又出现了新的坏人 还骑着马 还好这里可以守住 坏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搞得我们手忙脚乱的 还好有小鸡帮忙 这些普通坏人 还是可以守住的 不会吧 又来了这么多 这第三关果然很难啊 而且森林里也出来了坏蛋 我们得加护一下防守 这边的绿龙 都已经升到满级了 手里面拿的是黄金剑 太厉害了 所有的坏人都挡不住他的一刀 总算是过关了 这是第四关了 这一关是守护这个城堡 这一次竟然有三条坏人的出口 看来这一关更加困难了 但是就算是有三路 他们最终也要聚集到中间来 小鸡放了一条火龙在中间 我们在这里放一条绿龙吧 这条路口也放一条 坏人开始行动了 第一波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就看第二波了 这一次三条路口都出现了坏人 还好这一关给的钱也多 中间的龙都已经被我升到满级了 升到满级以后果然要好看多了 而且伤害也非常高 哦 这一关竟然出现了一个boss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在这里继续放一条绿龙吧 满级的绿龙打boss还是挺快的 但是boss也是会攻击龙的 所以需要帮助龙补血才行 要不然死了就完蛋了 哈哈哈 boss被干掉了 大部分的龙都已经满级了 这一关应该问题不大 这条龙好惨啊 一直需要补血 只剩下最后一些坏人了 终于全部干掉了 塔房游戏就是好玩啊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评论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